每當老爸前讀散文背影 感覺到的是辛苦與沉重 當了老爸以後我才明白 那背影不是沉重 而是承載對兒女滿滿的愛 本集禮物由 安心的日本代購超人系購物網站 白翼贊助播出 哈囉我是阿絲 就是爸爸 歡迎收看 獅獅TV 這次交換禮物有這麼多 這是父親節交換禮物的規則 一樣是用抽籤的可樂的紅妝小高 送我們的是整呆呆的父親節禮物 乳乳珊珊送我們的是父親節食用好禮 阿絲你有期待嗎 期待 阿絲那你比較期待先看小高叔叔的禮物 還是乳乳珊珊姊姊的禮物 乳乳珊姊姊的禮物 好那我們先來看乳乳珊珊送我們什麼禮物 這我剛想要喝什麼東西啊 這是乳乳珊姊姊送我們禮物 我們打開看吧 喔~~ 哇~~ 我還有卡片欸 打開卡片 聖聖TV 可愛的聖聖 好高興與你 一起玩家換人物的遊戲 希望之後 遇到你本人 還有希望 還有你跟媽咪媽咪 會喜歡 我們創的禮物 不天節快樂 乳乳珊姊貼紙 這是乳乳珊姊做的貼紙 希望你們喜歡 哇 姐姐好看我貼紙 給大家看一下 嘿嘿 好可愛 謝謝姐姐 我好喜歡喔 我長大人要跟姐姐一樣畫得這麼漂亮 謝謝如如生生姐姐很用心的製作貼紙送給 思思超開心的 她最喜歡貼貼紙了 接下來要看送了什麼 食用好禮物 哇 妳好開心喔 好期待這個底片 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喔 一樣 這是Bring Toaster 無用App的拍立的 我們之前爸爸也很想要這個 真的是很棒的 還有補向的底片 底片 轉巴車 測試底片 跑出來 測試底片 出來了 照射光 臉就會變成胖胖的臉 我們要被變嗎 我們現在已經按下第一張了 好 開始轉巴還是 好期待喔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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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之後不用甩 顯影蠻快的嗎 好可愛喔 這是我第四次過父親節了 獅獅也四歲了 獵獵這些照片呢 也回顧我們這四年來的一些回憶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這張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張照片 是我跟獅獅媽一起去做環島旅行 騎腳踏車 非常的艱苦 但是很有意義的十二天旅行程 是獅獅剛出生的 頭上胸皮 獅獅大概三個月 爸爸才一余親把他逗笑 八個月大的阿獅去做寶寶游 非常開心 好像回到媽媽 母體裡面養水一樣 放鬆 那每個父親我相信 都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擔當 父親這個角色 是從有了小孩之後 才慢慢學習 怎麼進入這個角色 這是開始自己學習吃飯 果然是悲盤狼籍的畫面 這是第一次參加團拍 很多人都說他像小冰冰的兒子小小冰 大家覺得像嗎 然後練習從小孩子的高度 跟他們的視野 去了解他們的世界 然後我們自己也從中獲得成長 我覺得這是真正的所謂教學相長 第一次去沖繩玩 第一次卓泳莊下水 第一次去過聖誕節 第一次過新年當格格 家人一起去東京玩合照 還有這張第一次 欸等等等等 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壞禮物嗎 來 小高寄給我們的壞禮物 是這個 這是香藥 裡面也有一個小高的卡片 吐司司 還有 我記得過得到 我徒弟準備了 第一次爸爸的禮物 短切百億 讓我們可以玩 這張禮物 嘿嘿 可樂總裝小高 這個是沒有練過的 這是有練過的 我想小高的用意應該是要提醒我 要開始運動啦 要努力變成有六塊肌喔 身為一家之主 送人的肚子是不被允許的 我們現在來運動救肚子 我們現在來運動救肚子 過七七四十有天的鍛鍊 我可以把阿絲絲輕而易舉擠起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要送出我們的實用毫禮 給羅賓軍團 我們的整人禮物是送給牛牛跟牛爸 請大家記得要到 羅賓軍團的頻道 還有牛牛TV 去收看我們送給他們什麼樣的禮物喔 然後記得要訂閱我們 追蹤我們 開啟小鈴鐺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好